画面中,一只乌龟正躺着晒太阳,却被一只鳄鱼给盯上,鳄鱼快速地爬向乌龟,乌龟吓得撒腿就跑,乌龟拿出跟兔子赛跑的劲头逃命,可还是慢了一步,被鳄鱼逮个正着,一口咬住,鳄鱼将乌龟带回了水里,可乌龟也不甘示弱,它拼命努力地挣扎。 对于鳄鱼来说,山珍海味吃的可不少,唯独没有吃过这乌龟肉,今天可是个难得的机会,它怎么也不会轻易让乌龟给挣脱开,它用力地将乌龟往肚子里吞,谁料这乌龟实在太大,尝试了好几次也没能吞下去。 一个不小心,乌龟吊了出来,鳄鱼赶紧又是一口将它咬住,可刚咬住又吊了出来,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,总算将乌龟给咬住了,鳄鱼也是累得够降,正准备往下吞,就在吞的一瞬间,乌龟又吊了下来,它趁是快速地逃跑,鳄鱼紧跟其后追赶,没想到,堂堂的水中霸主竟然被一个小小的乌龟耍得团团转,被惹急眼的鳄鱼一直跟到了水槽里, 一把扑向乌龟,再一次地将乌龟咬住,它趁是就想一口将乌龟给吃掉,可这龟壳实在是太硬,咬了几次都没有一点破绽,仍旧完好无损,无从下口,对于咬合功能极强的鳄鱼来说简直就是侮辱,每次乌龟都趁是逃走,可还没跑出几步就被鳄鱼给逮住,而每次咬住乌龟的鳄鱼都想快点把它吃掉,可每次都是徒劳,就这样周旋了好几次, 最终鳄鱼还是没能成功,让乌龟给逃走了,盗嘴的肥肉就这样飞走了,虽然鳄鱼很不甘心,也只能做罢,相比逮住了吃不到,那样更加的难受。